很多人对北欧的印象就是寒冷、黑暗、人容易抑郁 这种印象哪怕北欧以外的人也有 比如说美国的Reddit论坛上就有一个讨论 说是怎么能在芬兰一眼就看出谁是外国人 回复里有人配那张图 那张图里天已经黑了 满地的白雪可能是下班时间 在公交车站大约有20个人在等车 其中10个人挤在站台的小棚子里 另外10个人分别站在站台的前后 前面5个、后面5个 可笑的是这10位在站台外等车的人 每个人间距都在1米以上 20个人等车 结果前后排了30米长的队 发这张图的人呢 把挤在车棚子里的那些人专门标出来 告诉大家 这些愿意挤在一起的人都是外国人 而那些每隔1米多才站一个的乘客 才是芬兰人 其实芬兰人也自嘲 他们会说在芬兰语中 I will meet you 这句话的发音一定要准 Tapancinut 这里面有连着的两个原音A 拉丁语系以外的国家 对单词里连着两个原音的拼法并不在意 通常情况下都不会注意延长发音的时间 但这句话呢 只要Tapan变成了一个字母 变成了一个A 从Tapancinut变成Tapancinut 意思就从I will meet you 变成了I will kill you 去翻译软件里查呢 这是真的 这个就是芬兰人的自我调侃 因为芬兰人实在太腼腆了 和人会面好像真有点要人家命的意思 但我们要注意 这种腼腆只集中在芬兰 芬兰旁边的瑞典 丹麦 挪威 俄罗斯 人们可都不是这么内向的 芬兰是北欧的一部分 但并不能代表北欧 至于芬兰人 尤其是芬兰男人 为什么会如此腼腆呢 这是最近一百多年以来的文化因素导致的 今后咱们有机会 我们可以在其他内容里再说 今天我们只说一个 人们关于北欧人的错误刻板印象 那就是北欧人整体是抑郁的 北欧人整体抑郁的说法 出现在40年前 也就是1980年代初 当时医学界出现了一个新的病症 叫做季节性情感障碍 简称呢 就是SAD SAD 这个简称简直是对这种病最简单的描述 就是SAD 高兴不起来 当时被诊断为季节性情感障碍的那些人 典型的表现就是 抑郁症在冬季发作 而春夏季的时候症状消失 这个说法后来扩散到了北极圈内的国家 因为那个时候 抑郁症最关键的因素已经被发现了 就是血清素分泌不足 而血清素又和阳光紧密相关 这种密切的关系 不止在人类身上存在 甚至连昆虫的神经系统 也都会依赖光线调节血清素 于是考虑到北欧国家纬度高 不少地区每年甚至会有一到两个月 全是黑夜 其他时候呢 就算有太阳升起 可能下午四点也就全黑了 于是北欧整体抑郁的说法 和很多科学阶段看上去是吻合的 于是也就流行开来 但是也有一些心理学家 对这样的说法是很怀疑的 因为相关的说法 指大量存在于文化中 而并没有在学术界获得足够的支撑 蒂姆布伦南就是其中一个质疑者 他原本是英国人 在诺丁汉大学拿下博士学位之后 到挪威的罗姆策大学任职 后来入籍了挪威 今天已经是挪威司法部 刑事诉讼委员会的副主席了 他在担任官员之前 就曾经对这个问题做过仔细的研究 最早是在2000年 他打算看看北欧人在冬季 跟其他的季节 在各项表现上的综合水平 是不是相似 还是说冬季的时候表现会额外的差 当时的测试有八项 一个是心理学通用的Stroop测试 用于测试心理的控制能力 最典型的就是一页纸上 用各种颜色的笔意写单词 但单词的含义跟颜色并不对应 比如说绿色这两个字呢 用黄色写 而红色这两个字呢 用绿色写 然后要求你在念到这个词的时候 不要念文字 而是要念出字体的颜色 最后一大堆词综合在一起 看你念完所有的词 所用的时间 越短就说明你的心理控制能力越强 其他测试还包括警觉测试 面部识别测试 时间长短估计 语言表达流畅度 反应速度测试 对数字的短期记忆测试 对单词的短期记忆测试 测试结果是确实有五个项目 存在冬季和非冬季的微小差异 可是这五个项目中 人们在冬季的表现 反而比其他季节略好 而如果是在抑郁的状况下 这么全面的测试 被试者的表现肯定会明显落后的 虽然这个测试不能直接反映 北欧人是不是普遍的抑郁 但冬季表现反而略好这个结果 怎么也和冬季普遍抑郁 是背道而驰的 21年之后 蒂姆布伦南已经身为司法部的官员了 对这方面问题又做了一个回顾性研究 看看这么多年过去了 学术界对季节性情感障碍 研究的怎么样 结果也很明确 简单的说就是 越总结越倾向于认为 季节性情感障碍这个词 是一个生造出来的概念 真实世界里并不存在这种疾病 比如奥斯陆大学的心理学家 就对北围59度附近的年轻人 做了季节性研究 这篇研究的结论也是 其实在冬季 年轻人的表现反而更好一些 虽然不明显 但也完全看不出冬季抑郁症 普遍高发的迹象 更极端的研究 是针对各国南极科考站的人员 在不同季节的表现 还有那些在夏季 去南极旅游的普通人 在不同季节的表现的研究 这个研究覆盖的人群更加极端 因为他们都会经历 长达几个月的漫长黑夜 但测试结果显示 哪怕是在漫长的黑夜 人的认知能力相比有太阳的时间段 也没有下降 此外 还有一些样本更大的研究 比如覆盖了10%的 65岁以上的新西兰的人口数据 这是一项7万多人的测试 也没有发现认知能力 随季节变化浮动的特点 当然 Sherme这些数据并不全部 因为他们主要针对的是那些 没有被诊断为抑郁症的人 真正患病的人 可能根本无法用这些统计方法统计到 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出门 怎么测试呢 但其实 针对病人的研究也有 比如2017年 哥本汉根大学心理学家 对已经被确诊为 季节性情感障碍的人做了测试 也有针对健康人群的对照实验测试 结果就发现 尽管那些被确诊的患者 成绩确实比健康人明显低 但这个低只是印证了 他们存在心理障碍 而不能证明 这种心理障碍 是跟季节有关的 要验证和季节有没有关系 需要长期测试患者 在不同季节的表现 而实际结果是 那些患者在其他季节的测试成绩 并没有比冬季更好 也就是说 确实有北欧人 在冬季表现出了抑郁 或者情绪障碍 但这种表现 并不是由冬季 光照等因素影响的 在这项棕树性研究中 更多研究的结论倾向于 人们在冬季的表现 反而会稍好一些 所以很可能 季节性情感障碍 是一个 人们异想出来的疾病 这些患者 很可能只是恰好 在冬季 因为抑郁 或者情感障碍问题 而寻求了心理治疗的人而已 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数据 比如 经合组织统计了各国 每一千人中 使用抑郁药物的人数 结果排名前期的是 美国 冰岛 澳大利亚 加拿大 丹麦 瑞典 葡萄牙 虽然这里有北欧的国家 但抗抑郁药的使用量 也和社会福利高度相关 而福利远不如北欧 阳光却比北欧充足得多的葡萄牙 也是抗抑郁药的使用杂国 此外 还有对各国抑郁症发病率的统计 这里排名靠前的 有很多都是阳光灿烂的地方 比如西班牙 摩洛哥 葡萄牙 以色列 还有很多非洲国家 虽然北欧一些国家也比较高 但从抑郁症发病率的世界地图上看 没有呈现出高纬度地区 更加严重的特点 这个研究也给我们提了一个型 那就是偏见随时都有可能出现 比如 今天我们说的就是一个 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全球性的偏见 虽然很多研究都在试图 对人们脑中 北欧人普遍抑郁 这个印象进行纠偏 但效果是微弱的 今天绝大多数人 还在论坛上 围绕这个话题展开讨论 就说明 偏见依然根深蒂固 是